字幕 李宗盛 回到你的节目时间 这一节又是谈外围以及商品事件 但也要谈谈隔晚方面 甚至说上个假议日的时候 美国方面也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就是特朗普方面第一次的过程之文 第二件事就是联储局 不如我们再谈谈特朗普 特朗普今次又说了些什么呢 特朗普今次的过程之文 我可以为大家总结一下 主要有三大被注意的项目 第一个就是他在移民政策方面 竟然比想象之中温和 甚至提到为小时候来到美国的非法移民 都会提供一些入籍美国的途径 跟他原本一个很一刀切的论调 很相反 我想这个也是在跟民主党的协调 或者他都想自己的一些政策更加容易通过 可能会在这方面作出了让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个人比较关注一点 就是这个万亿基建计划 提到会有1.5万亿美元的预算 这个预算就是来自美国的联邦政府 州政府 地方政府 和私人资本 一起出资去做的 但市场有些分析说 这1.5万亿应该都很难真的 拿到这么大的budget出来去做 所以都似乎只是比较倾向口号主义 都令到恒指昨天先跌 跟着后急升 主要因为大家都很担心 会在美国方面掀起这个贸易战 尤其是在中国方面会激进化 结果特朗普相对比较温和 比较温柔的言论 就令到市场这个叫做担忧气氛 一掃而空之余 市场又升上来 但是留意到 硬硬方面 美股其实又不是说升得很凌厉 之前大家都在冲敬一个万亿基建 这次分析还提到 留意到美国今年 还会有个中期选举 两党方面 其实都很难再分到时间 分到资源出来跟你 争吵这个万亿基建 究竟如何落实下去 之前市场这么大的冲警 毕竟上任一年又没有谈过万亿基建 第二年 暂时又好像搞不到 任期又不是很多年 首两年都做不到的时候 会不会接着下来 又不如它有连任 这几年里面 都比较难去实施到 万亿基建 其实这样有点拖延 对于我们股市 和期货市场的炒作都要留意 尤其是因为万亿基建的概念 而带动 譬如相关做吊机 做基建的股份 可以留意 但是特朗普都一意孤行 说要建这个在墨西哥方面的围场 所以我想 对美国的基建股短期有些大动 至于在环球方面 我最关注就是这个商品价格 因为一但万亿基建真的落实 当然会带动油价 带动基础金属 带动钢铁的价格 但是现在延缓了 我相信令到这些 commodities 的升势 应该就可以顺势延缓 因为整体 commodities 的趋势不太差 反过来 好消息 没有一次谷出来未必是坏事 让大家长期有个憧憬 就是一个预期的管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想商品的牛市 就会变成快牛又很急 变成拖慢一点 对于有做商品好仓的朋友来说 未必一定是一件坏事 除了关注特朗普 我刚刚说完 暂时告一段落先 现在2月 大家又开始看回季度业绩方面 甚至全年业绩 留意到今晚方面Facebook 业绩也做得好 波音公司也做得好 今晚还有苹果业绩 现在2月 是否真的要黎黎绩走 让这一批业绩可以抬回股市 我想也是 譬如你昨天提到的 提到会出了业绩的 包括波音 我一直都非常看好 事实上波音 从前年到现在 都升了差不多 有一倍以上 最主要受惠于 我想共和党政府 对军工股 尤其是波音是龙头 也有做很多关于 国外的一些航空 一些飞机的买卖 买出这个飞机给很多国家 包括中国 在最近特朗普 飞过去中国 做这个亲善访问的时候 也有波音的订单 我们看到 其实战争有关他事 很多时特朗普 周围去国家外访 最后带动到他有生意做 所以波音的生意好 大家都不出乎所料 最重要是看今晚 苹果的生意是否这么好 其实有市场的分析 就说这个iPhone X 最新的iPhone型号销量 并不是真的那么好 在这样的情况影响下 我想可能今次的苹果业绩 我想都几大机会 可能未必如预期那么好 虽然都有些消息 始终都是一个基数的效应 有少少放缓都是正常 但是在之前对大家 这个十周年旗舰机的 憧憬这么大的情况下 如果再今次出来的业绩 不是说真的好好的话 我想可能都会大动 一众我们看回港股 就是那些手机设备股 可能城市有再进一步的回调 那我们都可以看回恒生指数 看回大市先 这个图表 图表这就是恒生指数的一个图表 其实它是一个日线图来的 那我们之前说过恒生指数 之前已经接近了这个上升轨的顶部 那我们可以看回 其实它在早前三个假日日的时候 曾经碰过上升轨的轨道 并且做了一条大的上影线 那这个是叫做一个利淡的形势 那就是我圈圈着这里 那时候我们看 那时候我们会回到十天至十三天线 EMA 那的确没有出乎我们意料之落外 那其实昨天呢 短线在角城之民 真的碰一碰 但是这一刻呢 我都猜不到 就是碰一碰 没有想过这么快 只有窗口 只有一两个小时 让你入市 那么快就升上去 那现在呢 最新都是在32,900那些位附近 那其实我想 这个恒指的大势 整体都是可以继续向好 虽然有国内流动性 紧张这个因素 但是我想慢慢都会消化了 加上美国那边 就是大家对它一个知识产权战 或者贸易战的担忧 都完全是放松了 那所以 再加上昨天美联储局 就是议息就没有加到息 那放出来 虽然言论有少少鹰派 但是耶伦都卸任了 鸣派大家都可能不太理会 都是要看下一任怎么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美匯都不是做得很好 那带动到恒指 就有进一步上升的动力 你说到美匯做得不是很好 我想看一看人民币方面 好的 人民币其实都叫做截截上升到很夸张 市场还在说 其实在会改之后 另一浪再向上标上来 厉害 但是看到人民币 直至向上支 就是为何上证这几天 反而要下降 甚至我们一直说 上升到3500 53550 但现在回回头 来回345 还不知能否站得稳 人民币升 对国内股市 未必完全是一件好事 大家都知道 我们香港 行图美金挂钩 国内自己是人民币的 人民币升值 你想像一下 其实对于这个出口数字 有机会会有些影响在 尤其是本币的币值不断增强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离岸人民币 已经是报约6.3附近的位置 是近年一个高位 近年高位 近年近到几时的高位 这个高位 已经是破了15年的高位 人民币的走势 绝对是掉头 之前还在说贬值 很多人还说 国内很多人搬钱来香港 因为他们怕钱贬值 谁知道现在一口气都升了值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这个银子价格贵 反过来 就有机会令到 这个叫做银金会比较紧张 加上现在流动性 近年尾比较紧张 这样的情况下 都很多企业 或者叫做很多大型的投资者 会从股市之中 抽掉资金 没错了 做一个可能叫做短期的周转 年尾很多数都要找 传统的中国的年尾 都是算现在 没错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都会影响到上证指数 升幅没那么好 我们看看现在上证指数最新 不单止跌穿了3,500 并且截截向下 今天跌了23点 现在差不多现价 在报3,457.9 穿了3,500之后 现在再进一步 看回3,450 这些位置 看看我可不可以站稳 如果不行 我想都会继续有得下跌 我这一节 讲了这么多外围的市况 下一节回来 讲一讲美汇指数 如何影响商品价格 现在再进一步 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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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果 会否都可以带动少少少美汇指数 那并不是很明显 现在美汇指数 都是一个牛皮偏远的格局 讲近一个星期 它主要受压于十天线 其实自从上年度 十一月有一个比较牵着的反弹之后 美汇指数是直接下跌 我看主要几个原因 第一特朗普本身就已经大方向 就说想美娱弱 虽然间中他说健康的经济 好的复苏势头 就应该美娱弱强 但是始终 他说完之后 都不觉有什么大的起色 就算他这样说太弱 大家都好像已经 都没有什么反应 觉得太弱 继续都是在89附近 都叫做差不多 再调回来 因为始终的市场 会有观望态度 是因为新的联储局主席 就未上任 我们都要等到2月3月4日 凌晨 才有一个就职 在他就职之后 我想方向更加明确 这段时间 我想就不变 应万变 不变就是持续低 就是叫做弱者愈弱的势头 美汇指数就是这样 在昨晚的议释里面 其实都已经 美联储局说的说话 倾向其实不是很合派的 对于一些未来的通胀的预期 或者未来的息口调整 如何调控市场 都是说一些比较积极些 有些鹰派意味的说话 但是 这是不足够挽回美元的强势 因为 因为我们要看美元 其实不是看美元自己本身 也要看美汇指数分率比较高的 是欧罗 日元 然后到英镑 其实除了其他这些环球央行 都是转向鹰派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灵和游戏 是一个相对的看法 相对上 现在譬如欧罗 就是大家对它的 expectation 未来会加息 未来会缩减买债 是大于看美国的加息的速度 所以再加上日本央行 就是在达玉斯论坛里面 黑田东燕曾经说到 对这个通胀的预期 就倾向更加之乐观 所以都带动了日元 有一波的上升 在这样的情况下 绝对是可以压得住美元的 即使联储局说的事情 不是太夹派 现在美元倾向 我想至少受压于90关口 现在89都失败了 我想相对都会低位徘徊 这个对港股绝对是好事 大家可以留意 有没有预期 其实之后的美元 都是慢慢地向下 而不像刚刚这一浪 简直一个月内 已经跌了大概5左右 是啊 跌到现在差不多低 大家都可能会重新思考 因为如果我们从图表上看 之前的一个成交密集区域 可以有机会支撑得住美元的 就是2014年 你看看多久的历史 跌到2014年的位置 2014年那时有个区间出现了 大概在87至89.5 美汇指数87至89.5区间 现在其实就下了那段区间 预计都真的震荡上落市的格局 我看都是看这些位置 即87至89.5 这个range 里面去上下波动一段时间 当然我们要从技术上看看 会不会有些转世迹象 例如突然间连续一两个假日 出现了很大的下影线 之后那天就成交相对地 波幅比较少 有机会有一个转向 暂时就好像这种形态 好像有少少想出现的情况 但如果从基本面 没有太大改变去配合这个技术面的 图表形态来说 我不建议贸贸然去做好美汇指数 相对上的思维 就维持对美汇指数倾向偏向弱 如果我们譬如选择商品 或者选择外汇 选择一些基本面比较强的去做好仓 我想这样做就会比较合理一些 如果货币方面 美汇是这样向下 日圆大家去旅行日圆新田 我发现越来越贵 怎么办 是不是真的现在尽快好唱 既然美汇不断下跌的时候 日圆最近都算是好一点 如果你想去日本玩之前 一直在说 11月那时是114、115的时间 一直在跌到最低108的位置 现在美元对日圆就好一点 代表日圆轻轻弱一点 现在暂时最新报109.3这些位置 其实日圆都不只是看央行政策和美元 因为它多了一个作用就是避险作用 其实它和黄金的correlation非常之高 我们看到日圆捉了顶 少少回来之际 其实黄金价格都是有一个下行趋势 短线 自从它触及了1360这些相对的高位之后 其实有一个回调调到最低1330 但是始终市场上都是有一个弱美元的基调 看到金价虽然但不过1360 1365这些位置 但是暂时接触了1330之后 上回大概160个点子 现在上回1346这些位置 预料之后也算是稳步慢慢做好一点的 你也说完金价 大家就要关注原油 原油方面 隔板方面也有些数字公布了 EIA报告还要说到 美国11月产油量是近1970年的记录 白日光产量有1040万桶 真的非常夸张 美国的原油产量 大家一直都是够病的 自从奥派克和其他传统产油国 都有开了会 大家限产之后 其实美国又进一步 除了大家所说 它用美元去制约全球之外 其实它在商品上 都已经自己可以生产到石油 甚至乎用这个供求关系去影响到油价 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叶岩油工业 自从早五年前 美国有一些法案叫做修改了 令到它在环保方面的监管降低了之后 叶岩油的产量就折折向上 现在美国原油产量高 就是其中一个 这个是供应面 我们也可以看需求面 有没有一个改善 从而去对油价作出一些prediction 需求面 为什么我之前说 这么留意这个万亿基建 就是万亿基建计划一旦落实 其实对原油的需求 绝对是一个利好 另一方面 今年的冬天 美国方面比预期之中冷 对于一个原油 都有一个消耗在 但是有一点都不是很好 其实美国方面的原油库存 之前就连续下跌了 超过十个礼拜 刚刚这一个礼拜 原油库存又增加了 但是也有一样好的 就是汽油和精烈油库存下跌 我想主要都是天气冷 真的消耗油消耗得多了 看看原油库存 会不会有机会 给下油的使用量 慢慢可以带动去消耗一些 我想这个对于观察 未来的原油走势 就会有一个至为关键的作用 但是油价都升得很急 之前一口气 由五十几 升上来六十几 都成十元左右 会不会都升得太急 要回一些地步 才再去上去呢 油价并不是没有回的 我们看看纽约旗油 就是今年 就是年头 就已经升到现在了 现在第一月 刚刚过去 2月1日刚刚开始 最高油价去到66元 66元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怎样的想象呢 我们看回之前 如果说低位 就是在16年的时候出来 大家跌到叫苦连天的时候 油价其实是25元左右 25元左右 25元我们升个倍多 其实一直讲油 我们节目一直讲 一直讲 不经不觉 其实由16年这样升上来 这一段 它并不是一枝独秀地升上来 其实最重要是去到16年年中 去到17年年头的时候 曾经很大段时间 区间上落得很厉害 那时候维持区间上落 大概是40元至55元 这些区间上落 自从什么时候突破 55元 就是在2017年 即是去年的10月 突破了之后 现在就真的势如破竹 再破了之前 去到大概64元的顶 64元的顶是什么时候 是15年 破了这个顶之后 其实我们都很难谋研股顶 唯有从技术指标 拿些些信息 除了我们基本面看了 整体就很胆参半之外 如果技术面看的信息 其实最近几个交易日 失手了10天线 但在20天线 有个超级明显的支持 一接触到20天线 出了一支大阳烛 我想现在继续 应该可以守得住 现在暂时都站在10天线 刚刚好挨住 我想站在10天线 下一步 我就看它会不会突破到66元 而我看突破到的机会 都挺大 因为暂时原油的势头 还是利好 而基本面没有一个 超级显著的大改变 我想都是强者越强的原理 所以譬如香港的朋友 看油股883 857 尤其是883 看我对油股的correlation 比较大 大家如果持有了 都可以暂时持住 不用太急 平仓走影 是啊 这一阵子大家都看到 黏黏地的时候 都有一些心急 要先走 不妨如果低位买上来 坐一坐 观望继续看着油价 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个星期再和大家见面